OBD-2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制动辅助真空度太低是什么意思 这种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许多OBD-2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雪佛兰福特大众别克凯迪拉克等的车辆 存储的代码P050F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 已从真空制动传感器VBS接收到输入信号 该信号表明制动助力器的真空度不足 即使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制动助力系统 包括液压和电子制动系统 此代码也仅适用于利用发动机真空和真空制动助力器的系统 真空制动助力器位于制动踏板和主缸之间 它用螺栓固定在乘客舱的防火墙上 通常在驾驶员座椅的前面 可以在机盖打开的情况下进行操作 助力器的执行器杆的异端穿过防火墙 并连接到制动踏板壁 制动器杆的另一端压下主缸的活塞 该活塞迫使制动液通过制动管路 并在每个车轮上启动制动 制动助力器由金属外壳组成 内部装有一对大型真空隔膜 这种助力器称为双隔膜真空制动助力器 有些车辆使用单个隔膜助力器 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在发动机运转的情况下 将恒定的真空供应给磨片 该磨片会在制动踏板壁上稍稍吸引 当发动机处于负载状态时 单向单向阀在真空供应软管中 可防止真空损失 大多数柴油车辆应用使用液压增压系统 而其他应用则使用真空制动助力器 由于柴油发动机不产生真空 因此将皮带驱动泵用作真空源 真空助力器系统的其余部分 以与燃气发动机系统几乎相同的方式工作 典型的VBS配置在一个小的真空磨片内 包含一个压敏电阻 该磨片密封在一个密封的塑料外壳中 真空压力空气密度 以千帕斯卡KPA或拱柱HG英寸为单位 VBS通过后橡胶套环插入 并插入真空制动助力器的翘体 随着真空压力的增加 VBS电阻降低 这导致VBS电路电压增加 当真空压力降低时 发生反向作用 随着真空制动助力器压力的变化 PCM接收到这些电压变化 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如果PCM检测导致动力放大气处的真空度 不在设定参数范围内 则代码P050S将被存储 并且故障指示灯 MU可能会点亮 制动助力器压力 真空 VBS传感器的照片 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制动助力器上的低真空压力 会导致激活 制动所需的精力增加 这可能导致车辆碰撞 必须紧急处理P050F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50F发动机代码的症状 可能包括 踩下制动踏板时发出嘶嘶声 踩下制动踏板所需的精力更大 可以存储其他代码 包括齐管绝对压力 MAP代码 真空泄漏造成的发动机驾驶性能问题是什么 代码的常见原因 该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 真空制动助力器内部泄漏真空 制动传感器损坏真空软管破裂 或断开真空供应软管中的单向指挥 罚故障发动机真空度不足 P050F有哪些故障排除步骤 首先 如果在踩下制动踏板时发出嘶嘶声 并且踩下踏板需要增加力度 则制动助力器有故障 需要更换 建议使用带负载的助力器 包括主缸 因为主缸泄漏是助力器 故障的主要因素 您将需要诊断扫描仪 手动真空计 数字辅特 欧模表 以及可靠的车辆信息源 来诊断代码 P050F 诊断代码P050F 对我而言 是于目视检查真空助力器的真空供应软管 如果软管已连接并且工作状况良好 请启动发动机 KOER 并将车辆固定在停车位或空档 小心地从助力器上卸下单向指挥罚 在真空供给软管的末端 并确保有足够的真空到达助力器 如有疑问 可以使用手动真空压力表测试 是否有足够的真空 发动机真空要求可在车辆信息源中找到 如果发动机产生的真空度不足 则需要进行修理 然后再继续进行诊断 如果助力器上有足够的真空 并且似乎处于正常状态 请探索您的车辆信息来源 以获取组件测试程序和规格 您还应该找到接线图 连接器正面视图和连接器引脚分布图 这些资源对于正确诊断势必不可少的 步骤一再钥匙打开且引擎关闭 KOEO的情况下 从VBS上拔下连接器 并使用DVAM的正级测试线 在连接器的相应引脚上探测参考电压 使用负级测试线测试接地 如果存在参考电压和接地 请继续执行步骤二 步骤二使用DVAM 在欧姆设置上检查VBS 请遵循制造商的测试程序和规范来测试VBS 如果传感器不符合规格 那就不好了 如果传感器良好 请继续执行步骤三 步骤三使用KOER 使用DVAM的正级奶头引线 探测VBS连接器上的信号电压 将负级测试线接地到已知的良好电池接地 信号电压应反映出与MAP传感器 在扫描仪数据显示屏上显示的相似的程度 您的车辆信息资源中 也可以找到真空压力电压图表 将在信号电路上发现的电压与图表上的 相应条目进行比较 如果VBS与图表不一致 则怀疑VBS有缺陷 如果电压在规格范围内 请继续执行步骤四 步骤四找到PCM并使用DVAM 确保那里存在VBS信号电路电压 使用DVAM的正级测试线 探查VBS信号电路 将负级测试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 如果您在VBS连接器上找到的VBS信号 在PCM连接器的相应电路中不存在 请怀疑您在PCM和VBS之间开路 如果所有电路均正常且VBS符合规格 您可能遇到PCM问题或PCM编程错误 检查技术服务公告 TSD中具有相同代码和症状的条目 正确的TSD可能会极大的帮助您进行诊断 只有在所有其他可能性用尽之后才谴责PCM